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赛事进入到第十七回合 今次是11月7日 接下来星期日上以十场的沙田日赛等待大家 继续一点正开跑投场 今次的赛道选用是斯嘉三跑道 到目前为止没有马退出比赛 跟大家讲一讲 一会儿看看那些大彩池的累积多保 因为今次三T六环彩都有这个累积 先跟大家看看 首先三T有180多万的累积多保 另外六环彩六保长那边也有270多万的累积多保 当然今次的赛事都很多明星马 很多明日之星会亮相 选择了的骑士日边两位都是呼之欲出 我觉得今次他们都是埋身欲博 这两位潘顿莫雷拉 两位都是首执明星马 潘顿好像已经拿着十二分在手 有紧张大师 莫雷拉就有一只风火箭 都是未逢敌手的马 所以我想除了他们两位 另外巴道也是叫做似仰些 那些坐骑 但我相信骑士王也是不出他们两位 潘顿与禁莫雷拉 另外的骑士事项就是 仰伤骑士就是黎海荣 另外停载有一位就是霍宏星 至于联马斯方面 其实都集中一些大马房为主 其实都可以看看选择了哪两个马房 因为如果你要说马房 都一大抽要说的 如果你选马房 就选了希斯和蔡若翰 马名不算了 总而言之这两个马房的阵容 都相当鼎盛 趁这个时间不如说 罗夫泉的马都挺好的 还有一个马房 呂建威的马 他都不错 叶楚行 苏伟賢 而方家柏和姚本辉 方家柏那些马 很多都有些是操练功夫上面 又不太完整 但是你又不敢拗死他不行 方家柏就是这一堂 姚本辉那几只 就全部好像问边中档 好像边线那些马 这个你可以细心再研究一下 十场赛事很多马 看马 由第一场赛事看起 五番千六来的 状态fit的马 有三只大拇指的五匹的 配备变动八除头罩 十二除眼罩 除头罩 初戴开逢眼罩摘利照旧 好了 先看这只阿里哈哈 这货已经眼罩摘利给了他 那为什么好像还是一只手指 其实我也知道他可能 你说觉得他赚班 或者放在前面走 五班有好处 口径可以再修炼一点 好了 一对弹泥杂 就是昨天早上的 卖边永保区有赛程 加眼罩 他很少用何宅要弹杂的 妙礼得 刚刚迫失了高尖远足 但是他出阶 小小慢了些 好了 这只保得住 是不是跳过好像都挺顺滑的 可能因为他都跳得多 错得多 自然拿捏僵口 他会比较好些 因为之前他都拉不住 现在慢慢真的能够 他会比较好 反而这些试得相当之好 帝豪宝区 这一伙就今早跳 最后试跑 那都是一只很轻身 走过很淡定的马 潘顿跑他 他以往都挺合作的 好了 扎星之光 都试来试去 又或者转来转去 都追得下 那开始留得到 但用脚可以再好些 还有提一提 曾经流过鼻血的 再来一只马有黄 也是一只逐步增程的马 由他第一次出 我们已经说 他不是一只短途马 那转转 減到来五班 上了一千六 赛前也试了大集 好了 看看这只试大集的马 就是回展大人 反而可能这样 被他存储 存储的时间 再试多个集来跑 可能更好 其实这只马 不只看一货 因为你看到这些大集 就算他跟别人跑 他追求别人 都没有问题的 很奇怪的 这只马 在松化 他跳得很聪明 很厉害 但回到来香港 是完全两只马 他跟其他马不同 别人那只松化 就民正很多 立刻看看他在松化的拍照 这货是十月二十八 近镜那只 在那边 就是側身一点 叫做胶囊大王 他这货是没有眼罩的 顺着半个身位 跟着回来 十月二十八号 好了 再看十一月一号 走迷便 都是拍胶囊大王 当然 转速 时间 这些你自己要留意 走迷便 只是扎你的 被人追 他还走得厉害 你留意 那只胶囊大王 走出便 走迷便都不同 这只回到来香港的 会展大人 涉恩 他比较立 耳朵 动来动去 今早上跳的 这些货 所以根本很大不同 这些马 每一只是独立的个体 很难用一概而论去说完 没有方程式 近镜头是电讯精英 这些都 我都和阿康都说过很多次 大家都研究过 边线边线 随意套究竟怎么跑 是的 今次是跑千六 金刚复星 今次是用莫雷拉跑的 但是你看他落场跑 再结合他神租的快跳 根本差不多 其实货货跑 或者落场跑 神操都是差不多 要找比较漂亮 刚才看过都有 肯定 好了 无眼惊喜 只能够说 可能健康更正常 周永泽利 这些配件 一向都是在用 再看看 好了 这只有勇敢动力 也从重化回来香港 昨天招跳 真的很吸引 马周新力也够活跃 跳完去千八那边 游一入门 混一混他 这个高东尼 都常见有这样的举动 这次都多 好 接着是魅力汉子 其实我看下去 他的身上 都还是 水门 都还是有一些电梯 好了 这只肩有料 今季都跑很多 这个是考习 在他旁边 验验元帅 后面马有黄 美活人生 帖蓝尾尔 包尾 红衣震 有谁说验验元帅 试得不好 如果这样 是的 10月29日的试集 就是约摸 一个星期之前 前面那只电讯兄弟 就走掉了 中间因为要考习 其实他两步 但是你看那只马 都是有些片来片去 那只见有料 上次跑也是 入到直路 不知道为什么 莫来拉突然打斜走 那只马 所以要考习 中间那只都提敢试 那只醒目容区都飙上来了 验验元帅 跟跑 比如看到刚才见有料 其实整个直路都不换 躲到一边 躲了出去 那又说了电讯兄弟 在前面那些 不断玩你 不过这些都是很大疚 其实失望居多 真的见有料 是的 这只龙船 继续都报名上阵 已经剩下20分 那我们三只手指 都给了好一段时间 觉得它的健康 状态都维持得到 是战斗力就减退了 后面那只 那只就爱逍遥 其实这些马 真的转一下配备 各样 我觉得是摊着点 不过就 不知道报不得出了 头场的赛事 五班跑千六米 这一组 我自己从神租角度 我真的喜欢 那只十一的勇敢动力 因为看着它今年的状态 一次比一次好 再加上 大家可能会翻查以往的赛事 一千六 一般 当时的状态 怎样跟现在比 所以我觉得这只勇敢独力 都我自己会跟它 今次 其次就是四 帝豪宝区 因为这些马 有时真的不能够 不佩服潘顿 上次巴道跑 就漏了一阶 赛前的阶子 都整天晚阶 但是潘顿跑 以往我见过它放头 可以令到这只马 快到这样 所以我想它演绎 又未必会缩得那么厚 是值得一提 譬如帝豪宝区 这样 它不知道为什么 随续 随了眼罩 我现在是怕它这一样 你其他那些 其实根本有范围很阔的 你就算 你哈哈 你幻想到落了班 他可能放在前面 私家三难 放头马赢了多少只 你找一找上次 你就知道了 每只都放头赢了差不多 放头很好处 摆前的那些 马右皇我喜欢的 我觉得是马好了 但是很难跑 其他 再慢慢量下去 汇钱达人一定不差得过 那只 同主那只保得住 放在前面走 可能这些 真的 这样才占到它的优势 勇敢动力 就真的看着它好 希望它都可以打开胜利之门 第一场赛事 其实都是一场很乱局 花点时间慢慢量一下它 休息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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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